HELLO 大家早安 今天要直播安装分享的車種別呢 是三菱的01-07年的Golbo Lancer 一般都會稱之為01V 那今天的車主很特別 因為車主剛好是之前我們有安裝過分享 一台Lancer Sportback 進口版的 這兩台都剛好是同一個車主 因為車主覺得那一台的話 安裝起來很滿意 所以把家裡另外一台自己再開的車呢 也來改裝 那今天這台車呢 其實本來就已經有改裝的避震器了 只是避震器用了一段時間有損壞 再加上呢 左後的羊腳有一點歪掉了 所以就會改KT的道路板避震器 然後把羊腳調整器呢把它裝上去 這是鍛造的羊腳調整器 鍛造羊腳調整器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要改羊腳調整器 前面的部分已經安裝好了 前面的話呢 原來的系統是 是應該PARTY CLUB全美的 前面原來是倒殺的 前面這個品牌原來也都有附上座 也都是附強化的上座 這個是前面倒殺 後面正殺的Buddy 那前面的話 這邊已經裝好了 前面其實01V超好拆裝 所以速度很快 我們也有附一個強化的上座 鼠尼的話呢 就是從這個KT的LOGO這裡 就可以做鼠尼的調整 順時中轉就是變硬 逆時針轉就是變軟 這是COPO LANCER 還有感氨馬龍的便秘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呢 01V我們是配置的7公斤的前面桃花 他的前面的懸吊系統啊 其實還蠻簡單的 油管固定架ABS感應線 這台應該是沒有ABS 所以就只有一個油管固定架 在這個地方 也都我們的位置 都跟原廠是一樣的位置 然後這個是前面是7公斤的彈簧 前面的話呢 01V也沒有離載串 就只有一個簡單的那個下座 來做固定而已 那這個 都是可以調整調整 高低的 軟硬也都可以調整 車高的範圍 調整很大 要最低呢 要做到輪胎跟葉子板 這裡做切齊也都沒有問題 最高的話也都大概可以 像原廠的四指圖那麼高 就是01V 我們看一下前面的上座 他也有裝了一個SPR的拉桿 主你的調整呢 就是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瞬時針調整就是變硬 逆時針調整就是這樣就變軟 所以有一個H跟S的logo啊 可以指引大家要調整軟硬 很早耶 對啊 還蠻早的 因為啊 這台車呢 八點就到場了 下午的話還有車子啊 對 這台車有點趕 要先把 先把他 安裝完成 因為這台車 等一下車主是沒有要定位 所以速度也還蠻快的 就是 在裝後面仰角 會稍微耗時一點點 因為他後面仰角有點歪掉了 所以我們再上仰角 跟避震器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這是後面的 那後面呢 為什麼要改仰角調整器啊 在這個地方 這個之前的喜美八代 九代 比較常遇到過啊 還有4010其實也都可以這麼改了 就是後面多連桿的結構 就如果有要改 降低車身 降低的幅度很多的話呢 他後輪的角度 CAMBO的角度 一降下來之後 其實就會變比較趴 所以 如果 有要降車身的話呢 就建議啊 這個仰角調整器啊 一併把它上一上 因為原廠的話 仰角並沒有辦法做調整 01V後面也算是稍微多連桿 所以他後面的話呢 只能做頭印的修正而已 那CAMBO的角度呢 就沒有辦法做修正 所以如果改了仰角調整器之後呢 不論車身降到暢冷也好 也就比較不會吃太了 因為能夠做出正常的那個CAMBO的角度 所以後輪的話呢 如果車有4010也好 還有這一台01V也好 他的後仰角調整器啊 都是公用的 車身如果要降很低呢 就建議要改 仰角調整器 就是這一支 就是這一支 啊這個地方齁 就是可以調整的範圍 調整的地方啦 我們這個地方呢 把它往這個地方調整齁 變他整個長度呢 變長之後 他的CAMBO就會變得比較正齁 說到最短呢 CAMBO角度就會變比較趴齁 所以就是從這個地方呢 可以做大幅度的調整齁 這個是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這三顆螺絲呢 其實定位的時候常常鎖錯邊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是後面的那個仰角的下實地 這裡其實還有一個預留孔 這個是後面也可以加裝那個房勤感的 預留孔這個地方 那避震器的話等一下會鎖住在這裡 這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那本來這一台呢 原先的Body 這個是倒叉的 等一下會換上我們家的 我們家是正叉的 這是後面的KT後面的避震器 那這一台呢 阻尼調整就從上面這裡做調整就好了 Fortis的話呢 就需要用一個延長調整桿呢 拉出來 因為Fortis的後面的上部空間 是密封的 是封死的 所以啊 如果Fortis的話呢 就很要調整電器 總不可能說在整個拆下來再做調整 所以我們在行李箱裡面呢 就會拉了一個軟管 然後拉到行李箱裡面方便調整 但是01V這一台並不用 這台的話呢 這裡 這個試蓋呢 把它掀開啊 就可以做阻尼的調整了 所以01V的話呢 就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車主也有改的那個 這個算是後的 後面的強化的拉桿 算是這一台算是一般 一般的那個基礎改裝啦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系統的安裝跟調整 那後面還沒有裝好 後面只有把原來的Body的拆下來而已 等一下的話 我們先上 仰角調整器 上好之後呢 就會 裝上那個原廠的那個 那個裝上我們KT的那個避震器了 那今天的車主 車高的需求 前面是大概 車主是要調大概兩指 兩指幅左右 後面的話呢 也維持大概兩指幅 並沒有要降很低 最主要是因為 左後的話 原廠的仰角有點變形 所以才會想要 加裝仰角調整器 這是前面的前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已經裝好了 前面的結構還蠻簡單的 後面的夾隙 哈喽Elena早安 这个是后面 其实Buddy的 这个不晓得是有附还是沿用原厂 那我们KT的话呢 就全部都有附上座 前面呢 跟后面的话 都有附上座 为什么要附上座 因为像假设这台车的年份有点久 那它的上座呢 我如果要沿用的话呢 也许有可能上座的这个橡皮坏掉了 或者这个 彈簧的上盖橡皮已经用久了 已经变形了 那如果在沿用的话呢 就有可能会有问题啊 或者是说前面上座 我们再来回到前面上座 前面上座 前面上座呢 这里有一颗折层 这个橡皮呢 其实也都是消耗品 所以用久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损坏啊 但是我们如果拆下原厂的来沿用 就不晓得状况如何 所以我们都有附上座 对这台车的话 我们都有附上座 其实有一些车种就没有上座的设计啦 像是之前也有直播过的Yaris 还有Swift Fit 这些原厂的上部呢 因为小车嘛 所以它的会把这里的空间 再把它节省掉 所以那些小车的话呢 就都没有用上座 所以这个有附上座 所以有上座 我们这个车都有上座 哈啰 小猪你好 小猪你好 小猪你说月底会来安装 OKOK 谢谢啦 谢谢捧场 谢谢谢谢 我都还没有把你的那个 那个撞击的那个 避震器啊 跟Po上来跟大家分享 真的是 平功保比 那么大的那个事故 还好人都没怎么样 所以你要再装一套我们家的 真的很谢谢啦 谢谢捧场小猪 哈 来 这是前面的0V的避震器 哈 我们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KT的用料好了 哈 KT的用料 里面呢 来 鼠尼友的部分 里面的鼠尼友呢 我们用的是意大利进口IP的鼠尼友 这个讲过很多遍哈 并不是来台湾在做混装的哈 这个是一整桶意大利 呃 货柜做进来的 并不是授权来台湾做混装的拼装油哈 我们里面的用油呢 是用意大利的主名油 里面的油封 里面的油封的话呢 是用日本的NOK 然后上座啊 上座的话呢 这个里面有一颗轴层哈 这个轴层的话 就是用日本口用的轴层 所以这个是前面哈 避震器呢 我们一些用料的一些细节的哈 那后面的话呢 两脚排氧器好已经锁好了 所以呢 等一下就会装上后面的避震器 这是01B 这个也算是销售 非常非常好的一台车子的 那07年之后呢 这一台的就已经改款了 改款成Police Police已经卖了大概10年左右了哈 也是目前很畅销的三菱车种 这是后面哈 后面的话 现在师傅要把 避震器把它装上去的 哈啰阿翔 阿翔早安哈 王小翔早安 这是后面后面的阳脚调控器 这台车 有几台车哈 跟大家分享一下 喜美八代九代 这两台车呢 还有Focus 还有KUKA 这些车呢 其实如果有降车身的话 其实都会建议 建议要上阳脚调控器 Rawful还有还有那个TOTA的Rawful 因为降幅稍大的话呢 它的CAMBO角度改变都会比较多 所以后轮的话 也有可能降低之后后轮就变得比较趴 就建议要改阳脚调整器 第一个轮胎的寿命也会比较长 也比较不会吃胎 后面的话呢 师傅在安装后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话 前面的话 这台真的是 算是很好安装的车重 01V的话 其实整台都 安装的速度 我们都还蛮快的 今天 会超过一小时的原因 最主要是 安装的那个 后面有一点变形的那个 羊角调整 原来的那个羊角把它拆下来 变形的羊角拆下来 装上羊角调整器 这个车友好像说 谢先生好像是说这个前面便宜好像也也换不到多久 他就觉得可能之前上上礼拜安装的 Lancer Sportback 他觉得还蛮满满意的 所以就把车子另外 家里另外的车交给我们 这个是前面的部分 OK 那等下只有剩下后面要安装了 所以等一下安装 安装完毕之后就要试车了 OK 那今天的那个 連EV的直播分享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下午的话 应该有其他车了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了 OK 好 那先这样咯 谢谢 拜拜